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继续关注 那么我们看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我们首先看这个,这个画得比较清晰一些 火星平原,这个原宝纹 这个就是第一和第二火星平原这个区域 形成这个原宝纹 那么并且呢,密封比较严密 记住一定要密封比较严密 不能漏口,这个是开口又开口 那么这种大财库呢,代表财运呢 非常的积蓄,非常的多 这个人属于不缺钱花的首相 另外呢,原宝纹形状越大 说明财库越大 有的人呢,说有大原宝 有的人是小原宝 但是呢,这个越大越好 我看这个事业线还是不错的 这个砍工的位置有点模糊 但是呢,这个初期的这个中半段呢 这个运势啊,非常不错的 世界线清晰之上,并刺破了这个天文 所以时间越来越久啊,会越来越好 这个智慧线出现了中断 代表呢,两个意思 一个是婚姻不好啊 一个是这个脑心脑方面的健康方面需要注意 因为这个我们说,天文和人文啊 如果是有分叉相连 并且呢,出现这个人文下垂 分这个中断的话 就容易这个犯情伤啊 这个感情方面也是容易犯情伤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吧 这个是断掌 断掌手闻呢 感情线和智慧线相连在一起 断掌的最大特点是不利于姻缘 而且呢,容易影响以后的这个婚姻状况 但是事业方面还是不错的 事业运势呢,是因为你这个本身事业心很强 这个做事啊,这个有条有理 而且呢,毅力极强,恒心大 心性也高 所以说,在事业这个追求方面是花了你的大部分的精力 所以说,基本上是很少的精力用于去个人的感情生活 所以说,感情方面,即使结婚之后 也是由于你的比较强势 因为这个是右手嘛,女孩子手掌 所以说,这个断掌对女孩子来讲是 命比较硬啊,容易克亲啊,克双亲 古话说,这个女儿断掌是过防痒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看她的生命性还是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 而且呢,最近呢,这个繁星是比较多 一进不一动啊 这个近期的运势不太好啊 长色,无论是从长色来看 还是从她的文理来看 都是近期运势不利 好了,有关这个手下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